本期的标询 老老薛里传的那个 为爱情忧伤的大夫就是他呀 对呀 是不是跟微信上一样帅 听说她以前是一个有名的主持人 后来她跟她女朋友开了这个红酒会所 然后约定好了要结婚 但是因为家里强烈反对 两个人就不得不分开 咱们的电视剧怎么还没拍完 都拍了三个多年 电视剧啊 就是一场身体和灵魂 双同考验的战斗 这几天再拍最后一场 在医院的杀青戏 拍摄机就在你这儿附近 折不正好过来看看 行 还是都看你大哥 给你点个赞 天哪 这简直就是 现代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拍一个 拍一个 快快快 拍一下 达哥 你这酒吧有点恐怖啊 这些女孩怎么都盯着我看 你长得帅 真算了吧 我现在可不敢动着心思了 什么意思啊 有情况 开哪儿呢 是不是拒绝啊 这 这天领来 让达哥给你一把把关 这不还没到时候呢吗 等到时候了 有机会带你他来看看 达哥还卖关子 来 达哥 小儿呢 今天他怎么没过来 他 他忙活演员的事呢 他 那挺好的 算了 别老说说我们 说说你吧 大哥 你这 真算是爱情失忆 事业丰收啊 你看你这 天天爆满 肯定不少赚吧 没错 确实没少赚钱 可人美了 赚那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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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东外卖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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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外 外卖 许叔叔 怎么是您啊 您好 人家跟我说我还不信 又怕真的是你的话 你不肯来 所以换了个地方 骗你上门 黑了不少 但是不见瘦啊 我再努力呢 这 怎么再努力 但是叔您甭劝我 为了吴云诺 我多少苦都能吃 多少肥都能减 为什么这么喜欢吴云诺 他有这么好吗 就吴云诺好不好的 我也不能瞎说 但是我就觉得 自从认识吴云诺之后 我的人生就突然就充满了意义 每天都特别有干劲 也是认识吴云诺之后 我才觉得我 我现在是在真正地活着 追上吴云诺 然后跟他结婚 就是我唯一的人生目标 我现在已经送了 九千多份餐了 等到我送到一万份的时候 我再去找他 我相信他这一次 一定会被我感动 他也一定会答应跟我交往 真难为你这么爱吴云诺 虽说胖了点吧 但是我还真想 你能成为我的外甥女婿 谢谢叔叔 但是依诺从小脾气就僵 我的话他未必听啊 万一你送满了一万份 他还是不能接受你 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吗 来 来 小伙子 喝点水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小伙子 傻小子 至少 我终于完成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份外卖 感谢所有人的支持与鼓励 我知道 大家都在期待着 最后一份的送出 期待我能履行我的承诺 把我爱的人追到手 可是 我真的有勇气吗 请允许我暂停一下 决定最后一份 在什么时候送出 甚至是 要不要将最后一份送出 就送到这儿吧 谢谢你 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我真幸运 只能做你的朋友 我可真不幸运 都过去三个多月了 你仍然没有改变你的心意 就真的只当 来培训了一次而已 这个城市很美 又有你这么好的朋友在 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你呀 就别宽慰我了 你的决心 全写在脸上了 只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 明明是她抛弃了你 你为什么还要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是哪一点要比不上她 爱情不是考试 没有高低之分 没错 是过了那么久 我还是忘不了她 所以我必须回来做一个了断 成也好 败也好 都算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你会理解我的吧 我非常理解 我非常理解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能获得幸福 回国后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我会的 走了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走 再说吧 万一她在那边 已经定了终身大师 我现在再追过去 这不是给人添乱吗 不管怎么样 她过得开心就好 不是 七表演 带什么 让开动我儿子的嫁 你试试 走 走 走 我那什么意思的嫁 走 走 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男子汉 才同意许致嫁给你 你怎么这么怂啊 就因为你瞻前顾后 畏畏缩缩的 许致才跟那个假男鬼子 去了国外 现在好不容易她回来了 去追她呀 说服她呀 你管她在国外呀 反正她现在 在中国 未婚 不是 不完了 我现在以岳父的名义命令你 去局长 把局职借回来 让她同意 你做我的局 雷达 你愣着干什么呀 徐教授把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我跟你说啊 就是你把徐教授追不回来 我就不是你个儿子 赶紧着 拿来着 儿子 别犹豫了 除了你 谁还能真的给许致幸福啊 是啊 去吧 儿子 去呀 老爺 老爺 你还没搞过 你这是哪个行can呢 什么 四个也叫 十个也叫 这机器室的G 还是机器室的G 爸 我的六号可能 被打在医院抢救 有生命危险 获速到医院见最后医民 小植 你听到了吗 我马上就到医院了 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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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voluntary 逼着你去找许致 你也不会被扯着 雷达 坚强点 好起来 许致马上就来了 许北洋 我和你何言何仇 你要怎么害我二人呢 雷达今天要是我三场两头 我让你给他偿命许北洋 我让你的偿命 小雷达 别说了 这是怎么能怪老徐呢 又不是他撞的儿子 这就是命 认命吧 有点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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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了 来当你别吓我 你 你怎么了 来当你别吓我 病人家属是哪位 我是 我是 安静 到底谁是 我是她的未婚妻 在这病委通知书 你歉一下吧 雷达到底怎么了 病人全身多数骨折 肌堆断裂 肝功能衰竭 脑关瘦损 心里有个准备吧 就这几个小时的事了 趁还有口气 能听得见 想说的就抓你说一说 雷达 雷达 你还这么年纪 你不要吓我 我怎么会这样 还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继续这么回去 我不应该过一起 告别你 我这么做是因为 我想逼你 我做梦说我太幼稚了 你不要吓我 雷达 你说过 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我回来了 雷达 你快醒来 你醒来娶我 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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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坚强 你一定会醒来的 对不对 你一定会的 你快醒来 你醒来 我们就马上结婚 你快醒来 你快醒来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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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回我返照啊 别说话 可能就剩最后一口气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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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不会 希臣 你刚才说 你愿意嫁给我 是真的吗 我愿意啊 成全面 一辈子 我们成全面 对 帮你 听人不懂 准备 车怎么开的 会开车吗 大叔 在医院拍戏里的发明 帮我们的男人 把我们的这个病房 让我们的演员 担任医生和护士 帮我演得出 今天你奇魂神的大喜 你 别骗我 你没骗你 真出车祸了 你看 没事吧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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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意见 你同意了 忘了问最重要的人了 岳父大人 我想娶您的女儿 让我一辈子照顾她 我也想做您的女婿 跟您女儿一起孝敬您 您同意吗 我同意 请养好你的喜遇中心吧 你什么意思 我女儿愿意我还有能说的 女儿交给你了 我愿意 我愿意 既个 既然是你的女儿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谢谢 外卖侠 我是无疑 你曾经说过 如果送满一万份外卖的话 就会来向我求婚 那么我来点着最后一份外卖 我把位置发给你 等你 不见不散 怎么是你啊 你 你就是外卖侠 你干吗 罗大少爷 你这又在玩什么呀 你不会真的送了一万份吧 加上这份 刚好一万份 你 你是不是疯了呀 还是你家破产了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吴予诺 吴予诺 我做所有的这些 只是想向你证明 我可以是一个积极努力 脚踏实地 自力更生的人 你可以是一个你希望嫁的那种男人 我可以为了爱你拼上一切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做到 我这几个月以来 一直在坚持 这几个月可以 将来也一样 我就想向你证明 我会坚持到底 这些就是我这几个月以来 自己挣的钱买的花和戒指 吴予诺 你愿意让我履行对网友的承诺 娶你为妻吗 你想什么呢 我是这么容易就能嫁人的吗 我早就知道了 你要还想挖裤我就算了吧 我让你走了吗 我让你走 不过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 露露 太棒了 太棒了 快点 笨 就在去年 著名主持人雷达 因为桃色绯闻 而身败名列 退出演艺圈 有消息称 他开了一家酒吧度日 并因为他的另一段神秘感情 而引爆微信朋友圈 他的酒吧 也一度成为了 网红爱情圣地 前不久 有热心市民 拍到了雷达 创意求婚的场景 整个过程 可谓是充满戏剧性 而又十分的浪漫 这段视频被发上网之后 转发量迅速爆棚 雷达的创意能力 也引起了大家的再次关注 本台得到的消息 那起绯闻事件 一以查清 据雷达工作室发布的 相关证据表明 那名当事的女主角 缺席雷达的忠实粉丝 她已经向媒体坦白 自己疯狂追求雷达 而不得设计构陷的 全部事实 并向雷达真诚道歉 雷达也接受了道歉 并且不予追究 那据本台刚刚得到的 最新消息 雷达的婚礼也将在 近期举行 小伙伴 你长大了 快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和小伙伴们吧 早该放你走了 是我舍不得 可舍不得也不行啊 因为真正属于你的 是天空 是大海 是自由 小伙伴们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时候把它交还给人了 孩子 孩子 祝福你 祝福你 叔叔 阿姨往里走 你好 往里走 帮我帮我走 来来来 让我来 叔叔阿姨走了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好 谢谢您走的 最前边那边 好 谢谢您啊 小文 你喂我吃 好吧 小文 你们俩还给我保密 被我看出来了吗 达哥 什么时候来的 说一声 好健壮同志 刘小文可是一位好同志 从今往后 您要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给我把她照顾好了 如果你敢对她做出任何对不起她的事 我这个当哥哥的 第一个饶不了你 向达哥保证 我一定会把刘小文同志 一根头发不少地娶回家 今天你们俩跟我这儿 就算实习了 跟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大哥我 一定亲自操办 还得包个大红包 那倒不是事 我给你包一个门 书书书书书书 我 书书书 书书 书书 吃 吃糖 吃糖 恭喜你了 好 这孩子也有了 以后更加地认重道远了 是是是 我说你们这婚礼补班子 是不是有点晚呢 你看 这小宝贝啊 都五六个月了吧 是是是 主任啊 我欠我老婆一个隆重的婚礼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 我们也来蹭一下 这个热闹蹭着好 是不是 你看今天还真热闹 是不是 我家人都来了 对 您快 您快坐 好的 您快坐 您请坐 好 来 大哥 来 来 不好了 大哥 咱们定好那个私医的 他害怕 不敢来了 他怕什么呀 你现在不又红了吗 他说跟你这么著名的主持人 当婚礼司机 压力太大 万一出点什么错 传到网上去 他是职业生涯就毁了 那我自己上 这哪有自己主持自己婚礼的 时间马上就到了 人也到齐了 你我呢 放心 是不是啊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亲风好友 大家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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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啊 幻想过 主持各类节目 我幻想过主持动物世界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词挺多呀 先生 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 我雷达会主持我自己的婚礼 今天是一场集体婚礼 是一场家族婚礼 有我敬爱的岳父 徐北洋教授 带着我们三位女婿 一块儿娶媳妇 现在 由我的岳父大人 徐北洋 给大家 讲两句话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我这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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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老许 好 好 好 本来我就不想凑这热闹了 这么大岁数了 还跟儿女的一块儿把婚事似 怪不好意思呢 那既然都上来了 那我就说两句 首先 我要感谢今天到场的 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好 好 另外 我要感谢陈瑜教授 我的七天 还要感谢 我的岳父老泰山 不嫌弃我这老女婿 把女儿交给我 谢谢 谢谢 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个女儿们 她们非常的孝顺 更要感谢的是我的几个孤雁 以前我没少考验她们 也没少刁难她们 她们没生我的气 还宽容我的任性 我再次由衷地 对她们表示感谢 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祝福她们 好 好 行了 谢谢 谢谢我可爱的岳父大人 说得太好了 教授就是教授啊 有水瓶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我还想说一句啊 今天我们四位女婿 都非常地了不起 为了自己终生的选择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改变 就比如说 这位年龄最小的女婿 从一个脾气古怪 动不动就失控的 古板教授 变成了今天 能放下自己 倾听别人声音 可爱的岳父 还有我们这位 从小的养尊处优 遇到事情就哭得大男孩 变成了今天 开始努力学习的好爸 这位 王寇的富二代 从一个 好吃懒做的胖子 变成了一条 自力更生的 汉子 还有我 表面上呢 翘舌如簧 什么都懂我 其实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心 不离不弃 兄弟 房咄嗦了 大喜的日子 大家都热闹起来 好 音乐起 但是 看来 明天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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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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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这枚羽毛属于澳大利亚的花亭鸟 花亭鸟是鸟类中的收藏家 它的鸟巢就像一个丰富多彩 五颜六色的小博物 里面摆放着红色蓝色的浆果 色泽艳丽的卵石 各色的羽毛 花和蘑菇 还有牙刷 刀叉 眼镜和钱币 花亭鸟精心打造着它的生活 去吸引爱侣和迎接幸福的到来 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无处不在 只是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我的女儿 世界就在那儿 爸爸愿意陪你漫步这个世界 会有不变的承诺 波涛汹涌中 猴鸟依然飞过 世上会有不已的坚定 翻山越岭 找寻那时的美景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 不管路途有多遥远 抓紧了双手 就能走到天边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